我覺得最震撼的是 就是他抓傷 然後睡醒的時候 就是床上有抓傷的那個血的痕跡 這個是我心裡最痛 然後最震撼的這個畫面 大概出生沒多久就發現了 一開始是他臉 尤其是兩頰這邊很嚴重 那我們一開始本來想說 會不會是一般的口水疹 就是小朋友常會出現口水疹 後來發現好像已經開始往那個眼睛那邊去 然後才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那時候也就跟我們講說 是異位性皮膚炎 很多人都會覺得嬰兒的皮膚應該是最光滑的 但是其實沒有耶 我們從他出生到現在 我們應該很少體驗什麼叫光滑的皮膚 因為他那時候整個這邊就是 就是都幾乎像爛掉那樣啊 然後路人是驚嚇 很舒服嗎 不可以 媽媽你本來就是一個細心的人嗎 哈哈哈哈 不 就是我媽說 她到現在都覺得不可自信 為什麼 就是我現在可以把小孩打理得很乾淨 然後以前家裡的房間很髒 那時候真的很崩潰就是 尤其是剛從月子中 月子中心有人幫你照顧 所以還OK 可是從月子中心出來的那一個月 大概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期吧 床單啊那些都不用講 那一個禮拜至少一定要洗一次 然後每天晚上我們睡覺之前 也會用除塵盤機去吸 家裡頭所有的玩具幾乎都沒有長毛 我們照顧她其實最清楚的部分應該是乳液 她早晚乳液都要差 一天不吃藥的日子好像很少 可是這件事情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判斷 對她未來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她還想要問一口嗎 曾經她很小的時候我沒有問過醫生說 是不是需要去驗食物的過敏原 我覺得你如果這樣子的話 她接下來可能一百種食物 兩千種食物都不能吃 所以我們家的做法是 在她沒有發炎的很嚴重 或是她皮膚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食物都會少量讓她試 然後去觀察她的反應 就是你要訓練她說 她知道她對什麼食物過敏 就是她有辦法跟人家講說 這個我不能吃 那你不能吃什麼 巧克力還有花生 還有我想想 芒果 還有什麼東西 在想 鳳梨 對 你喜歡出去玩嗎 喜歡 我們夏天才會去 我覺得冰冰涼涼的很舒服 然後醫生也是想說 就小孩子到青春期 這樣的症狀就會改善 這段時間我們就是陪她 一起去面對 那照顧她 是不是爸爸在規劃的這個程度 沒有 都是媽媽 都是媽媽 爸爸是不是做什麼 賺錢 開車 付錢 聽說現在點開蘋果 會看不到新聞 我就不信 真的沒有耶 怎麼辦 加入考評委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帳號 就能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現實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